现在我在大秋早晨的东城街 刚刚听旁边一个韩国在地人听见说 这个是大秋很好吃的早餐哦 我们的早餐是Maging粉食 我们叫了一份超美味的饭点 还有好大碗的乌龙面 这是我们的早餐哦 我们今天要搭乘大秋观光巴士进行日游 它停了非常多的观光组组 这些都是会停留的站 大概一个小时一班车 车车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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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上公车咯 大秋观光巴士 首先我们到达的第一站就是 E World 投流公园这个地方 漂亮哦 我们要去对面看看咯 E World 是一个小型的 类似游乐园的地方 但是我们没有要进去咯 我们经过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大秋观光巴士的第八站 投流公园 还有对面的E World的乐园站 这观光巴士有两层诶 上面还是露天的 虽然现在很热 但我还是决定上来拍个照 纪念一下 毕竟只有当观光客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巴士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至下一站咯 Go 哇我们到了前山掌望台 这个腹地也太大了吧 我们时间有限应该走不完咯 我们就简单的晃一下咯 然后现在天气都这么热 前山掌望台太高了 爬山要爬好久喔 好行走不动啦 我们就在中途休息吧 野餐一下 起司肠 好好吃咧 是不是好吃 好行吃完点心在洗手了 这里的洗手台怎么那么贴心 什么高度的都有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水水 咻冰冰的水 洗手 你看你看 小朋友也能轻易的洗到手 也太贴心了吧 真是个好设计 哦这里有鸽子 哦这里有鸽子 起司热狗 点了一份拌饭 还有泡菜炒饭 羽子 耳朵 这是新款的饮料杯垫 好可爱哟 还有搅拌棒 我在星巴克买了一个这样的杯子 平常可以喝饮料用的哦 排了观光巴士一日捐的票呢 他就会给你这张纸 上面会写的日期 你在每一站都可以看好时刻表上下吃 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今天的晚餐我们吃自助餐buffet 叫做自然别曲 里面有很多韩国特色料理吃到饱哦 好期待哦 这个在韩国有很多分店呢 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用餐吧 来跟着我看看 这边的buffet都吃些什么吧 哦这个是韩式的凉拌小菜 其实看起来吃的跟我们台湾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很有他们的特色耶 这个好特别哦 薯条是用蜂蜜做的甜甜的 这个应该是炸酱面吧 这个酱蟹呢没有外面的咸 它是生的 然后拌上酱油 其实还蛮好吃的哦 原来血肠在这里啊 你看看 这个还是要加一点酱比较好吃哦 不然可能会吃不习惯 年糕真的超棒的 炸饺子 多鲜艳的颜色 超级无敌辣的章鱼饺 这里竟然可以自己做松饼耶 你看它连酱都帮你调好了 然后你只要把它放到机器上面 就可以加自己喜欢的酱料啦 哦松饼烤好了它会唱歌耶 到了吗 然后把它关掉 打开来就可以了哦 哇塞 哇 超棒的 怎么这么好玩 你要加点奶油 草莓酱 蜂蜜酱 还是巧克力酱都可以哦 我的松饼做好咯 S排松饼 这个餐厅有游戏室咧 这个餐厅有游戏室咧 走 好棒哦 哇 短短五遍四夜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要跟韩国大厨说拜拜了 拜拜 拜拜